美聯儲集體討論 縮表一事 各位好 歡迎收看 本期《大太商情》 我是許楊 在香港為您直播 今天是1月13號 星期五節目開始 首先來帶您關注到 不久之前 美國聯儲局的各高官的爭論焦點 還在於美聯儲 將會以多快的步伐進行加息 可是如今話風一變 他們突然開始集體討論 縮表大招了 近日 美聯儲集體討論 縮表一事 引起了市場的廣方關注 當前美聯儲 資產負債表規模 有約4萬億美元 10號 波士頓聯儲主席 Rosen 稱 美聯儲應該準備好 考慮削減資產負債表規模 以防美國經濟過熱 他說 如果美聯儲 一年中加息多次 那麼應該考慮削減事宜 昨天 費城聯儲主席 Harker就縮表一事 發表看法 稱一旦美聯儲 加息至1%左右 將是時候考慮 停止資產負債表再投資了 而且應該考慮 晚些時候縮減資產負債表 聖路易斯聯儲主席 布拉德也在昨天表示 壓縮資產負債表的效果 可能優於迅猛加息 自美國後任總統 特朗普勝選以來 美聯儲加息一事 一直處於輿論的焦點 而從美國當地時間11號 結束的特朗普新聞發布會來看 外界對於特朗普行情的期待 明顯有所減退 因為特朗普並沒有在其 發布會上公佈任何財政政策 隨後美元也創去年 10月初以來最差表現 有分析認為 特朗普可能擔憂美元過強 和美債利率上升過快 影響其財政計劃 或特朗普希望市場 可以正確理解其財政意圖 避免市場預期過高 引起劇烈波動 因為特朗普的財政 主要是提升長期增長潛力 而非短期刺激 美國聖路易斯聯儲主席 布拉德昨天也表示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效果 可能在2018年和2019年 才能被觀察到 亞太第一位是綜合報道 今天做客本期愛台商情的節目嘉賓 是大華季賢香港研究部策略 是李慧賢女士 憲娜 憲娜 歡迎您 你好 我們知道這一次看到 美聯儲的縮表計劃 縮減他們的資產負債表 突然就被提及了 其實提及之後的話 大家就開始去想 這會對整個的債券的市場 會帶來一個什麼大的影響 美國的債市的話 會不會再次狂跌 而且這一次如果縮減資產負債表的 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好 還是說通過加快加息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對美聯儲的這樣的一個 資產負債表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會更好呢 您覺得說縮表 是不是已經勢在必行了 其實縮表要看 是用什麼的方式來進行的 就是所謂的縮減資產負債表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 只有的債券由它到期之後 就現在不再買入新的債券 手持的債券任由它到期 然後就不管了 第二個方法 這個其實是比較被動的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把手持的債券估出去 其實市場現在是比較擔心 第二個方法 就是美聯儲在去年已經開始 有一個削減負債表的一個計劃 特別在5月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市場估出 那個手持的債券 不過當然那個規模是非常小 現在美聯儲的一個資產負債表 大概是4.5萬億美元 其實去年估出的大概是1億左右 可以看到其實目前來看的話 似乎美聯儲雖然在市場 估出那個債券 不過那個規模其實是很少的 而且那個步伐是很慢的 估計對於債券市場的一個影響 威逼有那個加快加息那麼大的 不過市場還是比較擔心 那個市場目前其實還是比較擔心 就是加息太快了是不是 對 沒錯 還是擔心那個加息步伐 會不會快於那個市場的預期 現在那個市場估計最起碼有兩次 如果是那個通漲比較快的話 可能會有三次 這個對債券市場的影響 肯定會比較大的 那擴快加息的話 也會影響這個美元指數的一個上升 我們知道美元指數其實已經蠻強的了 這一次看到特朗普在上臺之後的話 進行這個記者會 這個還沒上臺 是先做記者記者會 記者會當中的話 他有談到一點就是財政政策 之前他有提及 但這一次是沒有提及財政政策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大家都特別憧憬 特朗普他上臺之後的話 用財政刺激 而不是貨幣的這樣一個刺激的方式 來去刺激當地的基建 或者說是一些傳統行業的這樣一個回歸 所以說他目前的這樣的一個 心裡面到底是如何去想的 為什麼這次沒有提 而他這個沒有提及的話 跟他競選當時的這個主張 就完全相悖了 對 其實他競選的時候 就是大打那個經濟派 把那個經濟增長放在最重要的一個位置 然後他所有的一個政策 其實都圍繞著怎麼去提升經濟 包括那個積極的財政政策 還有就是加帶基建投資減稅 以及那個貿易保護政策 不過在這一次的一個記者會 其實看到他的一個口風或者是論調 其實並不是在放於那個財政政策 事實上其實是比較擔心的 會不會他那個競選的一個口號 跟他實際上推行的會有所不同 那其實我覺得那個如果他真的上任之後 經濟派還是比較重要的 畢竟他是商人出身吧 不過要留意他所執行的一個政策 其實那個力度肯定沒有他競選的時候 提出的那麼大 畢竟他的一個政策 其實那個提倡的政策 其實是非常激進的 譬如說那個貿易保護 把中國以及那個墨西哥的一個 墨西哥 對墨西哥的一個關稅提升了45% 其實這些的政策其實是太過激進的 對 沒錯 我估計他上台之後還是打了一個經濟派 不過那個力度肯定沒有市場預期那麼大 而且在國內特別是那個共和黨其實 那個黨內其實都會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那所以要留意那個時間表 還有就是力度以及成效 都未必會有市場預期的那麼好的 所以這個有機會會成為 那個美股回調的一個其中的引用了 那一邊像我們看到 美聯儲在這個加快的加息了 那另外一邊呢 我們看到歐洲方面的這個情況 好像並不是那麼的明朗 我們看到歐洲央行的話 在政策基礙當中的話 也談到說這個繼續擴大QE 而且這一次將會達到800億歐元 在這樣一個週期當中的話 歐洲一再開始寬鬆 但是美國那邊的話呢 又開始進行了這個收縮 更多的熱錢是不是也會 加緊地流向到美國呢 是會的 因為其實看到目前熱錢 到底是怎麼走的 其實還是受到那個歐洲 以及美國之間的利率差距來判斷的 目前來看的話 美國加息而那個歐洲央行 維持一個寬鬆的政策 其實肯定會導致兩國的一個利差 這個會引致那個資金 其實流出歐洲 然後流入美國 這個趨勢其實在今年會繼續持續的 另外一個憂慮因素就是 今年其實歐洲歐元區 特別是歐元區 譬如說德國 法國以及意大利 都會有一些大爽 這個其實是市場會比較擔心 歐元區的一個政治穩定性 會不會影響當地的一個投資環境 這個也會加需資金外流的一個情況 所以今年估計歐元區 其實還是會面對資金流出的壓力的 是 我們看到歐洲有官員也開始講話了 就歐洲的財政部長 財政部長他有談到說 央行今年應該開始削減寬鬆力度 否則的話可能會有更多的國家 會對歐元區的一些政策 包括一些寬鬆力度的政策的話 表示不滿 可能會有一些政黨會在這個 反對歐元區的政黨會在歐洲的崛起 那會導致2017年 整個歐元區會更加的不穩定 那在您看來的話 您覺得2017年 我們知道2016年過去這一年 英國脫歐了 那2017年 我們將會迎來一個怎樣的歐洲 歐洲的政治肯定會有一定程度的波動 因為剛才提到了 其實今年是歐洲大選的一年 特別是法國 德國 義大利 就是三個大的國家都會有大選 特別是比較擔心意大利 之前那個輪旗落台之後 就是之前的一個總理輪旗落台之後 會不會有反對派 就是五星運動上台 那到時候 其實因為之前五星運動已經提出了 如果它上台的話 它有機會提出一個 脫離歐元區的一個公投 其實這個如果真的是成為事實的話 市長會比較擔心 會不會影響那個歐元區的一個統一性 那市長其實是比較擔心 在今年會不會出現一些黑天鵝 就是一些反對派上台 然後推出歐元區的一個計劃 那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風險的確是存在的 不過估計那個城鎮的機會率 並不是那麼大 畢竟看到目前的話 其實如果真的是推出歐元區 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承受的 那個當地的居民其實也 的確是認識到這個事實 那所以估計即便是真的是有公投的話 其實通過的機會其實還是不大的 不過這個證據因素的話 其實會影響今年的一個 歐元區的一個投資環境 那所以今年歐元區 特別是那個債券市場 以及那個股市 未必會那麼地吸引的 所以我們知道 其實過去歐洲的股市 還不錯的一些表現 包括像英國的這個股市 也是OK的 但2017年的話 你覺得歐洲股市 會有一些什麼大的變化嗎 會有的 由於那個證據風險 會比較大的話 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 估計那個歐洲的一個股市 會有一個負面的一個影響 畢竟股市會受到市場的 一個風險為那所影響的 好的 謝謝海南的分析 我們也是上市的休息 這裡是亞太商情 我們廣告之後見